歡迎收看 對 本節目呢 其實我們長期關注很多不同的議題 那包括這個同志的戀情 還有家人能不能接受 那今天我們要聊的就是 同志朋友們 他們到底能不能合法結婚在台灣 要聊一下 因為美國最高法院 它其實六月的時候就通過了 其實不管你的性別取向或者是 是不是兩個是同性的人 只要他們想要結婚是可以合法結婚登記 各個州都可以合法結婚 很重要 而且今天呢 在這個我們請來的來賓組當中 他們也有自己的方法 沒錯 來完成他們人生想要完成的事情 好 首先歡迎呢 前第一位是欣傑以及陳琳 大家好 我是欣傑 這兩位呢 他們已經登記台北市的同志伴侶關係 同性伴侶住 同性伴侶關係 你們是第一組去登記的 我們是第一組啊 搶頭箱 對啊 因為好像沒有什麼人想去 沒有啦 沒有 大家要一起响應一下 可是登記這個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就是說 跟你們原來單身的身份 有什麼不一樣嗎 其實那個公文 我們有拿到一個公文 那有點有趣的是 就在公文上面就寫 那是什麼 那是 那個公文是拿出來看心安的嗎 對 那個公文 但其實它就是有點像 在護證系統裡面一個備註的動作 台北 台中 高雄 現在其實都可以做這件事 但是比如說如果我們兩個 跑去永和 然後他車禍了 然後這個也沒有用 就沒有效應 離開台北市就沒用 對 這個離開台北市都沒有用 但是他 那妳就在台北除以 喂 也不對 喂 喂 可以互相照顧就對了 對 順步不離台北市 順步不離台北市 那其實也 就報稅什麼也都還不行 所以他其實比較像是一個市政府 看見你 承認你這樣子的一個角度這樣 接下來歡迎第二對 就是我們的魏蕾跟竹子 他們是跨性別 已經完成婚禮囉 歡迎 歡迎你們 魏蕾 大家好 我是竹子 好 接下來歡迎第五位來賓 就是我們的Jovie媽媽 大家好 Jovie媽媽 你好 Jovie媽媽 Jovie媽媽是用這個 對 沒錯 她在國外 現在已經有一個小朋友了對不對 對 我女兒兩歲快十個月了 是透過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告訴大家嗎 我們那時候是在 我們結婚以後 其實因為我媽媽就是有一直在問說 妳到底 同志結婚有沒有未來 她就問我說 妳要結婚 那我是不是沒機會抱孫子 其實很多同志到現在 他們最大 對家人來講 他們最大難接受的問題是 同志婚姻等於絕後 對大人 大對長輩來講 然後我那時候就跟我媽說 我用領養也讓妳抱 然後就是 就是有一部分是鐵了心 要絕對要生 然後 就是花了大概七個月的時間 很辛苦很辛苦的到處去查 因為我自己英文也不好啊 然後可是因為 只能在國外做事管音樂 台灣是禁止的 然後就是一邊搜尋 一邊打國際電話 然後才知道 哇 怎麼連打到國外 只是去諮詢一下 還要收美金一百塊 很可怕 只是諮詢而已 還沒有要去做 然後就是真的查了七個月 然後一邊調養身體 因為我自己也不愛運動 然後飲食也是亂七八糟 然後也 那個 作息也是混亂成一團 然後為了要小孩也是 很辛苦每天 逼自己要熱運動一小時 然後吃維他命 然後逼自己吃 所有不愛吃的蔬菜 就真的 真的真的 所以我女兒現在很愛吃蔬菜 其實這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還滿大的挑戰 所以我們才想說 就是有機會就自己試試看 就很辛苦的去找了 很多很多的國家 就是 真的電話打遍全世界 後來你是在丹麥做的對不對 沒有...我們那時候是在泰國 因為那時候泰國是合... 它是沒有限制 它不是合法 它是沒有限制 但現在已經不行了嗎 對 現在是限制 現在不行了 他們的法令修改了 修改了 對 所以現在也不行了 但是我的朋友們 他們都是去飛到國外去做 我沒去做 了解 現在有個可愛的寶寶了 應該是花一大筆錢 大概是比如說我在泰國做 是台灣最貴的人工生育機構的三倍 所以是多少錢 我那時候是全部加起來 大概四十幾萬 Jobie他經過的這個過程 是比較複雜 比較辛苦 要請問一下像是這個 蔚蕾跟竹子 你們是合法的結婚登記嗎 這個說來有點話長 就是其實我是女童性戀 這一點是 就我覺得我自己是女生 我也喜歡女生 我爸媽那個時候 就是我跟他們出櫃的時候 他們當然就理所當然的覺得說 女兒是女童性戀 那應該以後就 不太可能可以合法結婚 畢竟台灣還不能合法結婚 他們當然就這樣想 只是說因為後來遇到竹子 真愛 對 因為竹子的狀況比較特別 我覺得可以讓他自己這樣看 對 那大家好是主持 那我本身是就是 跨性別 我們一般來講會講跨性別 那比較通俗的用法 應該就是變性人吧 先不管你是變性人 你的皮膚也太好了吧 皮膚很水嫩 那我本身是生理男性 對 然後還沒有做手術 所以身分證上還是男生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們兩個可以合法結婚 那你們兩個也可以生小孩啊 對啊 對 但重點就是因為我們也 為了不願意 不是 是我們 也是有這種主意 這個我覺得不會怎麼樣 我們兩個的觀念比較是 就是就算要有小孩要去領養 對 我們不會特別想說要有自己的小孩 了解 那竹子就是本身會想要說 就是徹底在生理上 也去做手術變成一個女人嗎 有啦 曾經手術是第一目標 那後來因為碰就是碰到他 然後結婚以後 就是兩個人嘛 組成家庭有很多其他事要做 像譬如說一起生活啊 賺錢啊 成家這些 那尤其像他又不太 就不會介意我還沒手術這件事 所以就我就開始慢慢把那個 手術的順位往後移 那現在也不是說完全不想 但就是 就不是第一目標 就還沒有去考慮這樣 生活順利就好 對啊 那也許 因為手術也需要很大一筆錢 要等以後存到錢 才會有那個資本想說 那到底要不要做 現在有做到什麼程度嗎 嗯 現在就是在吃荷爾蒙而已 但是因為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現在如果想要小孩也不是說 我們突然想要小孩了 那就是馬上做就有也不是 因為他就是有吃荷爾蒙一段時間了 所以如果他 他現在其實是沒有生育能力的 你確定嗎 吃多久了 沒有 因為荷爾蒙吃到一定的 時間之後就會變成 他會壓抑另外一個 就是金蟲基本上是 會越來越稀少 對 那如果你想要有生育能力 當然你就要停藥 那停藥相對的就會開始長鬍子啊 或是有一些有腿毛 就會開始有 開始罵髒話 沒有啦 這個 衛蕾 你給我拐喔 衛蕾 這是對男生的刻板印象很棒 對 所以這一關 他可能也跨不太過去 就是如果為了小孩他要先 就是要變成以前男生的樣子 的話可能就不能介意 小孩和胸部讓我選 我當然要胸部 這兩個應該要選到 才清楚自己要什麼 可是以後如果五年後 他們想要小孩 小孩看到這段影片會落淚 剪掉... OK 但是他們其實 也走了很多很多的路 可以給我們同學一些指引 是的 今天我們大學生裡面呢 也有這個同性的情侶檔 是我們澄澄跟迪兒 以及Ember以及語恩 歡迎你們 歡迎 想要請問一下交往至今 妳們戀情遇到最大的阻礙是什麼呢 就是家人吧 因為像我媽媽就是 一開始本來不接受 但是後來我跟她出櫃之後 她本來是從反對的態度 到現在就是可以接受 可是她一開始看到語恩的時候 不是很喜歡她 因為她 她是喜歡穿花花的衣服吧 沒有 對啊 她就是長得太花心了 我媽就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很容易就是受傷 還是會被她帶壞之類的 可是經過我說服之後 我媽現在就是還蠻 就是希望她可以跟我 一起回家之類的 妳們在一起多久 兩年了 兩年 所以媽媽大概是什麼時候 才開始 媽媽掙扎了多久才接受 大概是在一起 前期大概一兩個月而已 蠻快的 對啊 媽媽 so nice 你知道這個 他們的觀念要去改變 是一件比較難的事情 對 真的 對不對 所以這兩年語恩有這個明顯感受到 有去過大家了嗎 有 結果她媽媽都問妳什麼問題 都沒什麼講話 真的假的 會過夜嗎 在家裡 會過夜 會啊 然後早上就一起 媽媽幫妳洗衣服啊 然後吃飯這樣 就會吃早餐這樣 這樣蠻好的 她還是不講話 就是講電視的東西這樣 劇情啊什麼的 妳沒有帶個禮物去給人家媽媽 有 過年的時候有 有奔波就是買水果 要給她媽媽這樣 Amber在笑什麼 有嗎 當時媽媽接受她的水果 有很開心嗎 沒有 她就是一個很鎮定的人 她完全都不會說話 她就說謝謝妳喔 這樣 很冷漠 可是後來就是希望我們可以 一起吃飯之類的 對 所以說就還蠻開心媽媽可以接受 這樣算不錯耶 對啊 第二組呢 請問澄澄跟迪爾 有沒有最大阻力是什麼 沒有 就是 我之前 就是都很常在那個Facebook發文 然後就被我媽有看到過 然後我就只能跟她說 那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是 對 然後就有一次我跟我媽搭捷運的時候 我媽就在捷運上問我說 她說你跟那個到底是什麼關係 我就說就是很好的朋友 她說可是 對 你PO在Facebook發文 對 那時候就沒有想那麼多 那時候是高一的時候 對 然後就沒有想那麼多 就被她看到 然後我只有跟她說是很好的朋友 然後她說那妳知道 就是知道自己在幹嘛就好 因為我是家裡的獨生子 對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 這個壓力很大 對 壓力超大 對 所以她後來是假裝就是 沒有 我現在就是用我男朋友 的那個帳號把我媽那邊都封鎖 就家人那邊都封鎖了 對 就是一個陽鳳英偉是不是 然後就都是在那個社群網站發文 那邊就是一個我的空間了 喔 了解 那迪爾呢 迪爾爸媽知道嗎 我爸媽嗎 我爸媽媽他們是一半一半知道 就是有稍微跟他們提過 但是就是 在他們面前是避而不談這樣 對啊 就是只要有講就是 因為剛開始我爸媽他們是非常反對 就是那種就是只要就是 講到可能我男朋友的話 他們就可能就會說 就是要把我趕出去之類的 反應很激烈 所以我覺得其實很多 像我身邊很多同志朋友 他們也不知道怎麼公開 我覺得要請我們的來賓 來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當時是怎麼公開的 怎麼公開喔 你說跟家人是不是 你們當時的過程是怎麼樣 我們其實 我自己啦 因為我今年33歲了 所以我19歲又跟我父母出櫃 因為我一直都在做同志運動這樣 對 所以那時候出櫃的時候 是一個很有趣的場合 就其實是在我們家 媽媽不願吸小瓜參加婚禮 背後禁令有原因 身邊很多同志朋友的父母 是可以接受 可是他就會覺得說 你就低調的過自己生活就好 剛剛講結婚這件事情 身旁的同學都開始要結婚 我媽媽就傳訊息說 真的沒有空的話就不要硬去 我說好 沒關係 就是如果我沒空我也是不會去 媽媽最後就留一段話說 媽媽不願吸小瓜參加婚禮 妳不要去 那時候出櫃的時候 是一個很有趣的場合 就其實是在我們家的浴室 我在洗浴室 我在洗澡 我跟我媽感情很好 所以我洗澡的時候 她就會走進走出了這樣 洗東西幹什麼 我就坐在浴缸裡面洗澡 妳知道沒有穿衣服 我媽進來洗東西 她就說 我當時有跟初戀女朋友在一起 我媽就問我說 妳那個學姐 要不要帶回來家裡吃飯 我本來想說 我媽很開放這樣 要帶我女朋友回來吃飯 她後來就說 這樣 對 她說他們都是水瓶座的 應該會合得來吧這樣 所以妳當下就跟媽媽講話 我當下就跟我媽媽說 她媽媽是 媽媽就登登 然後就走出去 摔牙刷的 就還沒關門這樣 沒關門 我還沒穿衣服 對 但後來就開始討論這件事 不過我19歲出櫃 可能要到26 7歲 父母才真的比較能夠 好好的跟我討論這件事情 包含是我們要結婚 然後雙方家人要見面 我覺得對他們來說 都是一步一步的過程這樣 不過剛剛其實星傑有遞名片給我 我大概看了一下她的資歷 我覺得大概可以揣想 她的父母是什麼樣的心情 比如說啦 大家傳統的觀念裡 就想說 妳要看喔 她的學歷是北一女中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的學士 又到澳洲學梨大學去念了個碩士 所以就是 其實在她19歲以前 爸媽媽一直就會覺得說 好好栽培有沒有 但是 沒想到 有更好的發展 對 真的 是 所以請問一下 陳寗 我的話我跟欣妮在一起之前也是 就已經跟我媽出櫃過 但是要跟她 七年級的時候 幾年級 我 沒有啦 我大四的時候 我因為我們年紀差很多 對 我們帶背景不一樣 她是哪一代 我是78年次 所以我今年26歲 比我很小 對 所以我們之間的關係 也沒到那個程度吧 女童界的小鄭宇 所以妳的意思是說 她現在的父母比較容易能接受嗎 環境我覺得 在她高中跟我高中就 那個學校環境差蠻多 我高中跟對面的朋友高中的時候 其實也差蠻多的 但是因為我跟欣妮在一起之前 我就跟我爸媽出櫃過 所以他們 是對我們之間在一起是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要公開的結婚這些 他們就還是會有一些疑慮 所以就是要辦公開婚禮的時候 他們就說不想來參加婚禮 也不想做主桌 其實會很難過對不對 就是覺得 可以不要搞這麼大嗎 他們都會說 妳一定要搞這麼大嗎 一定要這樣嗎 要就搞大的 真的 不能婦後結婚就好了嗎 我身邊很多同志朋友的父母 是可以接受 可是他就會覺得說 妳就低調的過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因為他不想再去面對那些 妳知道遠方的 近方的 什麼房的 還要解釋 對 而且也怕他們身體不好 在喜宴上當場 我們會轉變衣服組在旁邊 但是這個公不公開 其實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呢 喜小瓜 你覺得 比如說在真正你們談戀愛的時候 不是 因為如果真的 就是現在大眾其實假裝 我覺得其實還是沒有這麼的 坦然去面對這件事情 那有些人會因為他的環境 所以之前交往過的對象 可能他身份是沒辦法公開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路上 我們必須像朋友一樣保持距離 甚至他怕被發現 或經過某些店的時候 我們都不能太靠近 要隔很遠 然後你回家才會像情侶 你只能用通訊軟體 或者是電話的時候 才會可以有比較親密的一些互動 那你其實在外面完全無法 而且我覺得 就是像剛剛講結婚這件事情 那最近我媽媽非常可愛 因為其實我現在已經二十幾歲了 然後就開始身旁的 幹嘛隱藏人氣 身旁的同學 國中或高中同學都開始要結婚 然後就會寄席帖到我家 我媽媽就傳訊息說 這是妳同學嗎 我說對啊 她說如果真的沒有空的話 就不要硬去 我想說媽媽怎麼會這樣說 就過了很久 我說好 沒關係 就是如果我沒空我也是不會去 媽媽最後就留一段話說 反正這些也收不回來就不要去 媽媽算了 媽媽就是蠻斤斤計較的 這個也是出事婚一定要通過 但是我就其實就很想回 媽媽說其實可能以後還是可以 而且就是現在我朋友邀請我 也都不是去吃飯 都是表演還要付我錢這樣 因為我剛剛阿本講的 這個是同志婚姻 當中最非常一定要過 要回收 不然你每年兩三個 你看之前那個龍年 哇塞 包慘了 真的 同志很容易去這種場合 然後社交 大家很喜歡你要邀請來 一直包錢 結果最後都沒辦法賺這樣子 還是要結婚 後來只好包600塊就好了 600 行情一下 來 萨菇拉 就像其實就是 兩個人就是都有兩不同的事情 就是如果是我這一方的朋友 那就是大家都知道我的個性 當然就是 都知道我的性向是什麼 但是我另外一半可能就是還未公開 像有時候她有很多聚會 我都很想跟她一起去 可是我都不能跟她去 就是還蠻難過的 是喔 那妳有去問 對啊 妳有去問喜曼玲怎麼辦 沒有 因為這樣都要假裝 而且還有時候 就是什麼話都 有時候要講什麼話還要考慮一下 而且她會管我們要穿什麼 就要顧慮一些東西 很多很多東西 所以妳們有為了另外一半就 就穿得比較MAN這樣 有啊 她還說 欸 不能戴什麼項鍊什麼 沒辦法做自己好難過 不戴項鍊會很痛苦 對啊 對啊 心臟很痛 欸 我還要裝MAN 還要說 欸 我超喜歡那AV女優 那我就沒看過啊 還一直裝MAN 我那時候真的是很慘 因為那時候 我從國中就開始交男朋友 那時候就非常的慘 妳也蠻著手的 因為國中的時候是 那時候的社會是還沒有開放 那時候還沒有開放 我沒那麼老好不好 你走在時代的尖端 對 那時候其實 因為我的第一任是 國中同校的同學 所以其實那時候在學校 我們本來就已經不行了 因為那時候我們都穿制服 而且因為我那時候 個性本來就比較開放 所以大家在路上都會說 欸 娘娘槍怎麼樣那樣之類 可是我覺得沒關係 因為我在學校什麼 可是對方就沒有辦法 所以其實在學校 我們第一個就沒辦法公開 那我回家那時候 也不太能公開 因為畢竟那時候爸爸媽媽 就是也是完全無法接受的 所以那時候可能晚上有簡訊啊什麼 所以我都要躲在房間 可是有一次就是我已經睡著 那天我真的很早 睡之後對方就打電話來 那以前國中的時候 不懂事都一定會打說 寶貝啊什麼的 我媽就接起我的電話 對方就會說喂 就一定會說喂 那其實我已經睡覺 我媽就站在我旁邊 就聽那個電話 然後她對方就喂 我媽就這樣不講話 她就有點傻眼 因為上面是打寶貝 結果後來我媽就說 喂 你是誰 結果對方嚇到了 趕快掛掉 結果後來我媽就把我叫起來 她就說 剛剛那個是誰 我就說誰啊 她說寶貝是誰 我就說寶貝 我就趕快看一下我手機 那個位置在來電 我說沒有啊 那是隔壁班同學她說 妳把妳手機打開 她就一個一個看 可是因為大家都是打名字 就只有她是寶貝 然後我媽說 怎麼可能大家都打名字 只有她是寶貝 她是男生還是女生 我就說 沒有 就是一個很好的同學 就大家都會寶貝來寶貝去 我媽就不可能 那時候她就啲笑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我是 我那時候真的是 在學校也不行 然後在家也不行 所以那時候其實真的蠻就是很 雙重壓力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會問 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就要問一下我們的學姊們 怎麼解決這樣比較好 歡迎大家把爸爸媽媽送到這個 翻起來 因為通常小孩子電話在這邊 電話在這邊 孩子真的 因為尤其是國中生 國中生 高中生 很困難讓他們直接去面對父母 那個權力關係 像我長期工作的地方 同志諮詢柔的縣 我們十幾年來 其實都有父母的支持團體 就是爸爸媽媽互相之間 可以傾訴他們對小孩的憤怒 跟情緒 其實對他們來說會比較健康 他們也可以獲得比較正確的資訊 又不然其實台灣的父母 我覺得之所以這件事 對他們來說很難接受 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聽過 以前也沒有像這種節目 對 然後他 怎麼了 我突然覺得我 噴 味蕾情況太複雜 結婚時讓媽媽傷透腦筋 照我們的婚禮 他父母本來說不想來 後來又傳訊息跟他說 那我們不要做主桌可以嗎 就是那就是要來意思 我媽其實雖然她一開始 就有接受我是 不同系列這件事情 後來要結婚的時候 我媽就有很多很奇怪的意見 她就會說 到時候 她 我到底要把她 妳給媽媽的一個這個題 比較複雜一點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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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從來沒有聽過 以前也沒有像這種節目 對 然後他 怎麼 怎麼了 有使命對不對 加油 對啊 以前根本這件事都不能提的 所以他們沒有一個正確的資訊 所以他們想到同時 想到很多很可怕的事情 就會 因為不知道所以會恐懼 對不對 Jolie 我想要站在一個媽媽的立場 如果你們真的想要出櫃 你們可以先翻翻 自己小時候剛出生的照片 把那個照片 後面加一封信 告訴你媽媽說 你們對我很重要 因為說真的每一個媽媽 他們會選擇生下孩子 把你們養那麼大 你們愛誰他們都不重要 你們才是他們的愛 真的 你們找出你們的照片 告訴他們說 可能我不是你們想要的樣子 可是有你們的支持 我可以跟我的伴侶過得更好 就像我們的婚禮 他父母本來說不想來 後來又傳訊息跟他說 因為我們現在在忙選舉的事情 所以他很忙 然後所以他就說很久沒見到他 很想他 然後我們就跑回去他的家裡 跟他爸媽媽吃一頓飯 大概吃飯吃了半個小時之後 他父母就開始說 這樣 那我們不要做主桌可以嗎 就是 那就是要來的意思嗎 對 後來就本來說一桌啊 給你們一桌 現在變兩桌是不是 對 就是人越來越多 我覺得大家可能 就親戚朋友都一起去了這樣 就是 其實出櫃就是一個 一回生二回熟啦 就是 又出幾次啊 是真的 就是跟你們自己出櫃是一樣 有時候 就是一開始可能交往對象 在街上牽手都會有點緊張 但後來久了以後就覺得沒感覺 隨便讓他們看都無所謂 那其實父母的心情也是這樣 就是小孩第一次跟他出櫃的時候 他可能會很緊張 很害怕就是什麼同事啊 然後親戚都來問他 他們壓力就很大 可是久了以後就覺得 好像也沒有這麼可怕 因為像我媽 她一開始是非常非常抗拒 可是因為 她其實是一個朋友很多的人 她就去邀了她的朋友 發現她的朋友都還蠻友善的 而且也願意來這個婚 所以要回收 她媽媽是要回收 就是她 表示她做人也是還蠻那個 對 蠻成功 所以她朋友都願意來我的婚禮 所以後來她就覺得有了一些支持 就沒那麼可怕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要練習 因為你們現在講的 我覺得比如說溝通也很重要 察言觀色也很重要 其實在我們圈內 有一個非常成功 她真的很成功 很會經營藝人 然後也有很多的工作機會 大的演唱會等等 她是談判高手 是 就連她都無法跟媽媽好好說 然後她是到就是約媽媽出來 就說其實她要結婚了 她才告訴她媽媽 因為她媽媽還是比較上一輩的這樣 然後她是上了計程車 那個車門要關這些 她就說媽 我下禮拜要結婚 而且是跟男生 然後妳要想 那媽媽就是愣在那裡 她就說在哪裡在哪裡 如果妳要來我們歡迎妳 那就是上次我也在節目裡講過 那最後就是整個過程 其實媽媽都沒有出現 她心裡就會有小小的遺憾 等到最後大家會覺得 比如說中午妳12點吃到3 4點 差不多 差不多就那時候突然門開了 媽媽進來了 哇 媽媽還是來了 媽媽還是來了 對 我們朋友就 當然是奇蹟而起 另外一半也覺得很被尊重 就是妳媽媽終於接受我們了 所以這個過程 父母的參與多重要 就像剛剛Joey講的 妳那個出生那個樣子 其實 其實妳就是愛她 妳生出來 我們根本不管說 她什麼第幾名 考幾分 就是手指 腳指有在 眼睛看得到 健康的 健康 就請記住妳當初對她最初的期望 妳只要她健康快樂 妳沒有任何其他 妳自己想要的價值 付諸到她身上 對不對 這個過程應該主子跟蔚蕾也有吧 婚禮的過程 對 確實是有 因為那個 我媽其實雖然她一開始 就有接受我是 女童性戀這件事情 可能外表太陽剛了 所以從 好像從高中開始 他們就有問說 妳是不是 妳是不是童性戀這樣 我說 我其實也不太清楚 因為其實我到了大學 才真的交了女朋友 然後才有確定說 就是自己 因為前面都在自我探索是不是 對 也沒有特別去想 畢竟國高中 還是有一些科業壓力 就想說沒關係 傳到喬草的自然指這樣 所以我爸媽在問的時候 我也很坦誠跟他說 我現在也不知道 我也沒有坦誠說不是 或者什麼這樣 那後來要結婚的時候就是 我媽就開始 我爸是還好 因為我爸本來就是 你知道家庭裡面有時候 有一些爸爸就是會比較 可能不講什麼話這樣 那我媽就有很多很奇怪的意見 就他就會說 那 到時候 他 我到底要把他當媳婦還是當 女婿嗎 因為蔚蕾妳給媽媽的一個 這個題比較複雜一點 對 對 真的 稍微複雜 他說我到底要把他當媳婦 還是女婿這樣 我就說 抱歉 對妳來講 差別在哪裡這樣 就是除了稱謂之外 他說 他說 但是 媳婦要做 哎呀 我說 我說等一下... 這個是性別歧視 這個不行 長輩就會這樣說 你要我幫忙你們做事情 就是他幫忙可以 但是這不是媳婦還是女婿的問題 他說可是這個很重要 因為像隔壁鄰居萬一看到他 然後問我說那個人是誰 那我要跟他說是我媳婦 還是我女婿 他會有那個糾結 我說 媽 妳就不要想太多 妳就跟他講就是是媳婦就好 他說 可是跟人家講是媳婦 鄰居明明就知道 我兩個都是女兒 你就跟他講 妳女兒比較厲害 可以娶媳婦 然後我媽就 一點問號這樣 其實這個過程也是要 你們幫助家長 就是幫他想一套好答案 對不對 所以妳是好媳婦嗎 蛤 竹子 是嗎 竹子有嗎 有點剖析問題 是不是 沒有 但是這個 我覺得這個也蠻寫實的就是說 其實義時人生 因為異性戀裡面會出現問題 在同性戀夫妻 就是也不是夫妻 夫夫妻妻身上其實也會出現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就是 很陌生 因為其實我們 對 婚姻裡面我們發生的事情 其實跟一般異性戀的夫妻 其實沒什麼兩樣 可是你們的婚紗是不是拍得還蠻 這是你們的嗎 對 這是婚禮的時候 婚禮的時候 婚禮 加油喔 竹子 好漂亮喔 剛剛還有一張是你們親吻 這個是跟 攝影師 攝影師 然後這個是 好美喔 其實本來是想要放一些合照 但是因為 我們的婚禮是 當初其實後來是補辦的 我們本來是想說登記結婚就 一切重簡這樣 但是因為想到就是熱線的朋友們 或是其他的同志朋友們 其實可能會想要參與 就是這場盛事 因為就某方面來說 我們是同志然後合法結婚這樣 他們其實很想就是一起同樂 我們想說就是補辦一場婚禮 沒有啊 其實我們很生氣 對 他們很生氣 他們就是背叛 背叛他們對不對 為什麼他們可以先結 為什麼你們還會婚紗對不對 我們是今年 他們是兩年 我們兩年前 可以看一下你們的婚紗嗎 我們的婚紗嗎 後面這個 哇 哇塞 哇塞 一本喔 好有感覺 對啊 因為婚禮不是 因為我去看人家婚禮都有一本 所以我想說是不是也要做一本 輸人不輸贈 沒有 我想穿婚紗 好美喔 那張 而且這個其實是因為我們幫 台灣國際庫兒營展 就是做 幫他們做廣告 宣傳 所以他們就送我們 家用節婚紗的 家用節婚紗的 對 這個怎麼是 七小瓜拿阿KEN來舉例 竟然阿KEN感到非常為難 你們想要有小孩 其實像很多那種反同志 他們就會很擔心 小孩會吸引別出來 你們有想過你們會怎麼教養他 小孩他自己生長 的確會因為環境 可是這個是基因的問題 他不是可以改變的 如果今天隨便叫KEN哥 去喜歡男生 那你也沒辦法 馬上就可以說 我可以去喜歡 對啊 每個人本來就不一樣 對啊 我… 你也吃 還是你喜歡我 我願意嘗試看 我們幫台灣國際庫兒營展 就是做 幫他們做廣告 宣傳 所以他們就送我們 家用節婚紗的 家用節婚紗的 這個總是贊助跟業配 對 也要請問我們同志大學生 交往也都有一段時間 會想要跟另外一伴結婚嗎 有沒有想過 有一天我也想要結婚 我要有婚紗 後面那一排比較想結婚 真的 已經人老朱皇了 後面這一排是怎麼樣 Sakura 我就是很想要一些物質的東西 我想要跟Angelia寶寶一樣 我也想要帶妳去 我也想要 沒有人要去 妳是雞花的女人 我也想要再提出妳的傳介 重點是 是 我不想要我就是 想要被認可有寫上去的 像你們想要有小孩 其實像很多那種反同志 他們就會很擔心 小孩會性別錯亂 你們有想過你們會怎麼教養他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因為小孩他自己的生長 的確會因為環境 但我不覺得會因為爸媽 然後是男生 女生 而造成他們的改變 像如果今天我媽媽是這樣的 可是我還想要變壞 我還是會變壞 可是這個是基因的問題 它不是可以改變的 如果今天隨便叫Ken哥 去喜歡男生 那你也沒辦法 馬上就可以說我可以去喜歡 對啊 每個人本來就不一樣 對啊 我 還是你喜歡我 我願意嘗試看看喔 很開放 他把我逼到這個角落了 但我真的是蠻喜歡小朋友 而且我覺得小朋友真的很可愛 而且我真的很想要一個小孩 而且如果有一個是共同 可以一起去領養他 然後看他長大成人 這是一個成就感跟榮譽感 我覺得 其實像這樣的觀念的教育 我覺得是在日常生活 因為其實像現在 你稍微看到一些電影台 他就是也有很多同志片 對 然後那次剛好是 就是他在預告一系列的電影 結果我女兒就在看 看一看他說媽媽 我說怎麼了 什麼 他說剛剛那個男生 親那個男生 為什麼 他就問我 我說他們是愛人啊 我說他們相愛 他就喔 那因為我的態度就是這樣 就是他們是相愛 他說喔 好 他就繼續吃 繼續看 就是他其實慢慢 你小學四年級了 他也會問一些事情 反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那就是看你是怎麼回答他 對啊 那接下來我問一下Jovie 就是像你有小孩之後 你的生活有沒有什麼改變 完全沒有自己的生活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喜歡 看電影 看電視 我們家沒有第四台 然後我有從懷孕之後 到現在沒有看過電影 然後我沒有八點以後的生活 妳應該有看電影 只是是巧虎的電影 我沒有讓我女兒看巧虎 I'm sorry 我沒有讓我女兒看巧虎 我們家只有那個電影 電視上YouTube抓那個Paper pic 10分鐘一個禮拜 只有這個 一個禮拜10分鐘 他現在快三歲了 一個禮拜只有10分鐘 然後他都非常珍惜 就是禮拜六 週末到時候就 媽咪 媽咪 沛咪 沛咪 我就 好... 然後陪他很認真的看 然後就跟他說 哇 你看這個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覺得有孩子是一個 重新成長的喜悅 我相信桃子姐一定有這種心理 就是妳可以從心裡面 其實電視可以多看一點點 不要多 但是不要那麼少 因為我知道Jovy一定是一個 他這個生命得來不易 他一定是 就是看很多書 然後聽很多想法 但是別忘了 其實大媽媽有個最好的 就是要鬆 有時候要鬆一下 偶爾的樂趣我覺得可以啦 要不然其實他再大一點 我跟你講 我也是禁止我小孩吃糖很多年 然後大掃除發現 全部都糖 自己去賣的 他們同學還會交換嗎 學校還會給 妳的女兒會覺得 搞不清楚男生女生嗎 妳覺得 不會 她是一個 非常非常嚴重的 就是 譬如說像那個 像小瓜一樣 她是一個 她不到兩歲 她就會駐足在H&M的假珠寶去 你知道嗎 我們 她的兩個媽媽從小都是短頭髮 然後很MAN 然後拿東西就這樣 這樣拿起來 然後我女兒是 會自己穿上蓬蓬裙 然後照鏡子轉圈圈 我們就 那完全就是天生的 這些都是天生的 不會因為家長是同性戀 孩子就會變同性戀 不會因為孩子是同性戀 她的同學就會變成同性戀 這不會遺傳也不會傳染 這是天生的 Joby 因為剛剛其實講過說 去做這些 包括她英文又不好 然後全世界電話都打騙了 花了很多錢 但事實上人工受孕 好像也不是那麼容易 真的就可以受孕是嗎 這個過程也是很辛苦 對 它一般來講是一個機率的問題 就像異性戀夫妻 如果說你是 某一方面的不孕症 其中一方面是不孕症 那其實她的受孕率就會降低 因為比如說男生有子宮的 男生有精子的活動力 女生有子宮跟卵巢的 年齡的限制 它其實都是一部分的 那其實像我們同性戀去做的話 其實我們是身體某一方面是健康的 所以我們大概 那時候醫生是 初估是百分之七十 其實也不是百分之百 而是在於你怎麼去 靠自己後天的努力 去把孩子保下來 然後我們身邊有一些朋友 他們做三四次試管癮 也都懷上了 妳那個過程是不是也要什麼安胎 什麼的 要安胎 我那時候懷孕初期 就安胎了兩個月 因為其實我本來是懷上 就是都躺著不能動 像許若萱那樣子 對 但是更慘 我們是打到爛屁股 打什麼 什麼意思 打油針 磁激素 因為那時候 我本來是懷雙胞胎 然後我並不知道說有這麼嚴重 必須要安胎到 這麼嚴重的地步 就是彎 因為我可能身體狀況也沒有很好 因為我自己有夾抗 然後也有一些 夾抗很容易 對 還有一些 又是懷上雙胞胎 然後又有子宮 卵巢囊腫 所以磁激素不夠 寶寶就有一個保不住 那時候在國外 在大陸 然後流產的時候 是大血崩的 然後護士跟我說 你如果希望肚子裡的寶寶要留下來 你一定要堅強 你不可以哭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 我其實我本來是 一個沒有很虔誠的基督徒 可是我每天都為了 我的女兒在禱告 然後我們那時候為了 不知道安胎要安多久 然後醫生就說 你的狀況太危險了 失血量太大了 他建議我把孩子拿掉 不然的話我自己的命 可能都保不住 所以我每天都躺在那邊 不斷地祈禱 然後我永遠記得我女兒心 那時候 第一次看到 產檢草英波的時候的心跳 我那時候是 握著那個產檢醫生的鎖說 謝謝你告訴我這個事情 可是 我雖然說很開心很開心 但是回到病床的時候 醫生還是說你不要太開心 儘管你過了3%這個機會 你還有13% 你不是100%把孩子保下來 他還是每天都跟我說你要躺 你一定要躺 連坐起來都不可以 我足足兩個月沒有洗澡 每天最大的樂趣 都在身上錯無垢 因為電視遙控器永遠不會到我手上 他們都走來走去就把它拿走了 然後甚至連真環真環都比我看了兩次 然後也不能上廁所 我只能把伴侶趕快摳過來 我快要尿出來 我快要尿出來 趕快過來救我 因為我沒有辦法下床 其實我那段時間真的很感激他 無時無刻的照顧我 其實我覺得 婚姻最大最大的支持 不是在於說 你們面對了婚禮 而是在於後面 你們有很多風風雨雨 沒有辦法去 為了彼此走下去 而且好像 你今天有帶那個照片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就是有胚胎生 哇 剛出生 這剛出生 對 這個也很慘 他出生的時候中多少 3600 他是基因 基因啊 對 但是他那時候才37週 就是還沒有完全逐月 然後他是基因 所以我生不下來 然後就不得不剖腹產 結果他一出生 醫生說他肺部發育沒有完全 所以我那時候也是大失血 然後我還想要抱孩子 就是想說 否副腸我就很清醒啊 知道醫生在幹嘛 然後他下一秒就說 你不要講話 然後就蓋一個那個呼吸面罩給我 然後我就婚 睡著了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等我醒來以後 看到小孩沒有在我旁邊 我就一直問我媽 小孩呢 小孩去哪裡 為什麼沒有推過來 因為很多媽媽都很害怕親子同放 可是我很要求一定要親子同放 因為我連來不及都來不及抱到他 他就送到長根去急救 然後我那時候 整個是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他會就這樣子 我來不及抱到他 他就可能要離開我了 然後那時候我的伴侶 他很害怕告訴我 可是他還是必須要 因為我沒有辦法 他是孩子唯一 我是孩子唯一的監護人 其實我應該要去 去醫院簽孩子的手術統醫書 可是我還是沒有辦法去 然後其實我的伴侶 像很多很多的同志一樣 他很害怕出櫃 他非常害怕出櫃 可是他為了孩子 他站得出來 他跟醫生說 拜託一定要讓我進去 我是孩子的另一個媽媽 我們也很感激那時候的醫生跟護士 他讓他進去代替我去做這些事 他到現在也是無時無刻都告訴我 你應該要放手讓我去做 因為我是孩子的另一個家長 但又沒辦法 我是生孩子的媽媽 我會忍不住想要多保護他一點 這是人之常情 所以其實Joby在講這整件事的過程 我們相信你真的是吃了很多的苦 包括你自己的健康情形 然後你也很擔憂 但是其實最大一個 我們能夠讓這整件事情 更完美的一個關鍵就是法律 沒錯 就如果他們其實都是被承認的監護人 就沒有那麼多不必要的擔心 還有真正事情發生的時候 誰來負責 誰來趕快聯繫 Joby 我們不要管別人的眼光 但是可能大家會問的一個是 家裡面的相處或是孩子 他開始知道 他問你說 別人是一個爸爸 一個媽媽 這個時候你怎麼回答 你說我的爸爸咧 我的女兒他非常非常的早熟 因為他很小就跟別的孩子玩在一起 他有固定的玩伴 也有不固定的玩伴 所以他大概一歲的時候 他就發現他跟他的爸爸媽媽 不是 朋友的爸爸媽媽 跟自己的兩個媽媽是不一樣 他一歲的時候我們坐在車上 他就問說 喵喵的媽媽 喵喵有媽媽跟媽咪 那我的爸爸咧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嚇到 我假裝沒有聽到 他就問第二次的時候 我就確定他真的在問問題 然後我就很認真地跟他說 你的好朋友有爸爸媽媽 你有兩個媽咪 你有媽咪 你有媽媽 這是正常的 每個人都有兩個家長 我們都是一樣愛你 那只是名稱不一樣 我覺得對一個小孩來講 他們聽到說 只是名字不一樣 名稱不一樣 他現在他已經理解 像他有時候跟我們出去玩 因為通常是 我們一個人要工作 另一個人可以顧他 所以他就會跟其中一個家長出去 路人就會問說 那你爸爸在哪裡 他就會說在家裡 因為他會自動把另一個家長 套用成爸爸的身分 因為本節目呢 就是希望在這個溝通上面 讓大家多了解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觀念 但是後來就發現 每次都說 請大家好好想想什麼 然後節目結束就沒了 我覺得最實際的方法 就是像你這樣子 去選立法委員 透過法律來保障 透過法律嘛 對 透過其實法律改變 應該是台灣現在最重要的一步 因為大家都改變得差不多了 就是民眾的想法 其實我們發現 去年有一個調查 其實全台灣接受同性婚姻 就是婚姻平權的比例 已經差不多超過百分之五十幾 如果是在20歲到29歲 所以這個年齡階段 大概已經超過百分之八十了 台灣沒有什麼政策是 支持率超過百分之八十 很少 對 這倒是真的 請大家用行動來解決問題 是 最後也要請我 想要問一下我們同志大學生 未來還想要跟你們的另外一半 完成是現在還沒有做到的事情嗎 想要完成什麼事情 對 有什麼事情 是你小小的心願 阿滴庫 什麼東西 想要把他帶回家 其實我覺得我沒有什麼太大的要求 因為其實對於我現在自己來說 就是我們家還是一半一半 我們還是就是不能接受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結婚了 那在這個不管是之前或是之後 我覺得如果等到有一天 他真的可以接受的話 那我就會把他好好的介紹給我的家人 把他帶回家 那我覺得 可能只有我的家庭不夠 要就是整個家族 希望我們的這個空氣越來越自由 越來越自由才有越來越多的愛 能夠自由大方的在大家面前展現 今天要謝謝這位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